当您出于商业目的驾驶汽车、卡车或货车时,您需要通过商业汽车保险在经济上保护该车辆。 如果您或员工在开车出差时发生事故,您的个人汽车保险是不够的,也不会承保车辆,这时需要具有商业汽车保险。 以下是商业汽车保险的承保范围类型。 财产损失责任支付您在事故中过错时对他人财产造成的损害。 人身伤害责任赔偿,您在对事故负责时对他人造成的伤害。 综合单一限额 CSL为财产损失索赔和人身伤害索赔提供一种限额。 碰撞保险支付您的商务车辆撞到另一辆汽车或物体时的损坏。 综合保险赔付因天气、火灾、坠落物体如树枝等问题造成的损坏。 它还涵盖车辆盗窃、医疗费用和人身伤害保护。 PIP支付您和您的乘客的医疗费用,无论水有过错。 如果您的车辆被未投保的司机撞到,未投保的驾驶者保险将支付您和您的乘客的伤害。